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新年刚开始的第一个月去健身房 不管什么时候去人都是爆满 有时候想用跑步机还要排队的 健身房里的每个人呢 也都是斗志满满 挥汗如雨 因为大家都想在新年里脱胎换骨 但是呢到了三月四月的时候 健身房里的人就会少一半 到五月六月的时候 去健身的人就更少了 然后呢第二年的年初 健身房里又会重复同样的景象 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场景很熟悉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 欢迎来到伊瓦的频道 2021年到了 你们的New Year Resolution想好了吗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如何有效养成好习惯的方法 让你在新年不再半途而废 实现你的新年目标 今天的很多内容和启发呢 是来自我看过的一本畅销书 叫Atomic Habits by James Clear Atomic它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意思呢就是非常 它你小的不能再小的东西 第二种意思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像有原子能一样巨大的能量 Atomic Habits呢就在提醒我们 千万不要去小看那些小小的进步和改变 日记月累呢就会对我们产生非常可观的影响 我觉得这本书里呢提到了很多实际又靠谱的方法 在过去呢帮助我把很多美好的愿望 变成了可以持续的习惯 所以呢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 我们经常给自己立下很高的目标 比如说我今年要读20本书 要减肥15公斤 要练出6块腹肌 蜜桃臀 还有大长腿 我今年要换一份可以让我收入翻倍的工作 我今年想去跑马拉松等等 这些很大的目标呢往往都会半途而废 因为呢它们不够specific 没有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和计划 当我们开始培养一种习惯的时候 有明确的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把目标具体化的方法呢 就是填充一个句子 我要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做什么事情 还有做这件事情的频率 如果你要读完一本书 那么这个计划可能就是 我要在周一周二周三晚上9点钟 在床上读十页的书 另一个很有用的技巧呢 就是把这个新的习惯 搭建在我们已有的习惯上 方法呢就是每当你完成你现有的这个习惯 立刻去完成新的这个习惯 同样是刚才要养成读书习惯的例子 比如说你早上的习惯是 醒来铺床吃早饭 那么现在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routine变成 醒来铺床 把要读的这本书放在枕头上 再吃早饭 这样呢晚上当你爬上床 看到这本书就会提醒你要读书 如果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呢 有一个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关键 就是应该先问问自己 想成为怎样的人 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给两个想要戒烟的人递烟 第一个人说不了谢谢 我正在尝试戒烟 那另外一个人说谢谢我不抽烟 能听出这两种回答的不同吗 虽然他们都是在晚言拒绝吸烟 但是呢他们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回答 却暗示了他们对自己不同的定位 第一个人说我正在尝试戒烟 他内心深处呢 其实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吸烟的人 然后呢希望带着这种身份认同 去改变自己的行为 那另外一个人呢 他说我不抽烟 在他看来呢 吸烟的那个人是以前的自己 不是现在的自己 他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不抽烟的人 我觉得找到这种认同的identity 他给你带来改造的动力呢 要比单纯的为了达到目的 而强迫自己去做事的动力会强大很多 因为我们一旦知道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 于是呢我们就会想 嗯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做 然后呢我们就会有意的去培养 成为这种人需要的一些习惯 比如你想瘦身 就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很胖 需要减肥的人 而要换一种思维 相信自己是一直坚持健康饮食 经常做运动的人 所以呢你是可以管住嘴 迈开腿的 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同 会让你的行为更接近 你想要成为的人 我们经常说的 Fake it until you become it 也是这个道理 一旦我们找到了形成这种 identity需要的习惯之后呢 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断地去重复这个习惯 把剩下的交给时间 听起来很容易对不对 但是呢具体操作起来 还是很难坚持下来 不是因为你的习惯不够好 而是我们经常用错误的方法 培养习惯 因为我们的大脑会一直 想方设法地偷懒 节省能量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 养成一种好习惯 首先呢要有一个好的系统 首先呢你必须给自己 建立一个提示 不然你不会知道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或者即使你知道 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每天发生很多事情 这些干扰呢 也会让习惯很难坚持下来 所以呢只单纯地说 我要多喝水是不够的 你必须给自己建立一个 有用的提示 比如说时刻在桌子上 放一杯水 这样呢你每次看到它 就会提醒自己喝一口 建立提示对习惯养成 是非常重要的 总有一天呢 我们会很自然地 去做这件事情 就像我们过马路的时候 会左右看看有没有车来 出门前呢会锁好门 睡觉前要刷牙一样 但是呢当这些习惯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之前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花一点心思的 再比如说你想养成 每天早晨饭前 做20分钟运动的习惯 那在前一天晚上 把运动要穿的衣服啊 鞋子准备好 不仅会提醒你第二天 要做运动 而且呢也会帮你节省一下 早晨两分钟准备的时间 其实呢为了确保 我们不要在新习惯养成前 就放弃了 我们要确保习惯本身 不是个阻力 要让它尽可能的 short simple and sweet 如果我们把要做的事情 变得没有必要的复杂 那么习惯本身呢 就成了它自己的一个干扰 同时呢也不要过度的追求完美 我有时候就会想 嗯要么不做 要么就做到最好 这种想法其实很不好 因为生活是个长跑 养成好习惯是要不断的重复做 而不是偶尔的show up 做的很完美 他们做过一个实验 把一个摄影学院的学生分为两组 一组学生呢 要求他们每天拍出一定数量的照片 对照片的质量没有要求 另一组学生呢 要求他们一学期 只拍出一张完美的照片就可以了 那学期末对比发现呢 这个班里拍的最好的一张照片 不是出自追求完美的那组学生 而是来自那些每天都拍照 然后在拍的过程中 又不断学习和进步的学生力 所以经常性的做一些small actions 要比偶尔几次做的很perfect 要重要的很多 其实你今天很不在状态 很想偷懒 也不要干脆什么都不做 比如说你的计划是 每天下班之后呢 要去跑步30分钟 但是呢今天太累了 就像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那也鼓励自己 换上跑步的衣服 出去走10分钟 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没有意识到 在自己比较低沉的时候 付出哪怕一点点努力的重要性 James Clear在这本书里举过一个例子 他说如果你有100块钱 那50%的gain呢 会让你有150块 但只需要33%的loss 就让你回到了100块 所以说避免33%的loss 和争取50%的gain 是同样重要的 再次当我们制定计划 不管是想要减肥 开始写作 或者是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我们都是在为以后的自己做计划 如果我们能看到自己想要的成果 通常呢也会更愿意 更卖力的为它付出 毕竟我每个人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嘛 但是呢在一些需要选择的关键时刻 我们往往还是会抵不住眼前的诱惑 那就是为什么我明明知道 吸烟有害健康 还是会继续吸烟 明明知道吃的太多不好 看的好吃的呢 还是忍不住会吃撑 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喜欢偷懒的 越容易得到满足 越不费力的事呢 它就会越想去做 所以呢如果在我们完成了一个好习惯之后 也给自己奖励 那我们重复这个好习惯的机会呢 就会大大增加 这种奖励可以是物质上的 也可以是以其他方式 比如说做完运动之后 并听音乐 做个拉伸 或者去洗一个热水澡 这种运动之后很开心 很放松的状态呢 会让我很想去再次运动 但是呢如果运动后奖励自己吃一碗 就违背了自己做运动的目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关注好习惯 给我们带来长远的好处 比如说知识 健康 财富自由和快乐 那么也更容易会实现我们大的目标 比如说你想赶掉乱花钱的习惯 那么你就开一个储蓄账户 每次你控制住自己 没有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的冲动 就往这个账户里呢 存20块钱 省下这些钱呢 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 自己一直很想要的 有意义的礼物 最后呢环境对我们的习惯养成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身边的人身上 有我们想要养成的习惯 那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就会容易很多 所以呢要让自己尽可能的 住在一个有正面影响的环境里 同时呢还可以给自己 营造一些小环境 比如说我想提高在家办公的效率 但是呢每次坐在办公桌前 就开始先刷手机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脑海里 重新规划一下房间的功能性 比如说厨房是准备饭菜和吃饭的地方 办公桌前只能办公 看手机啊看电视 就去客厅的沙发上 锻炼呢也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这样呢我们就不太会把 很多不同的习惯混在一起 这样每当你坐在办公桌前 就会更容易的专注工作 工作效率也就提高了 Otami Habits这本书里 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 它说 Good habits make time your ally Good habits make time your enemy 好的习惯呢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 坏习惯呢让时间成为你的敌人 一个好的习惯呢 也会促成更多好的习惯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对有些人来说 早起的习惯呢意味着 他们可以有时间认真的吃早饭 也意味着接下来一天呢 他不太会去吃不健康的食物 还意味着他们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在中午之前呢 就把一天当中最重要的工作给做了 这样人很有满足感 总之呢习惯非常的强大 要养成好习惯呢 我们要很specific 把一个大目标 细化成一个个具体 又切合实际的小目标 习惯呢要尽可能的简单 容易 Short, Simple and Sweet 接下来呢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就是Identity 这样呢我们会有更多的 内在的动力和积极的心态 在每次完成一个好习惯之后呢 给自己奖励 还让自己处在一个积极的环境里边 接下来呢 就是不断的重复和积累 这样我们就会慢慢的接近 自己想要的目标了 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内容 别忘了给我点赞 还没有关注我的 也记得点Subscribe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 Bye